大家好,在加拿大感恩节前后都是看枫叶的好时候 当然看枫叶也是要有一点运气的 比如今年秋天太温暖,而且雨水比较多 所以枫叶感觉上就没有那么艳丽 计划了两年到魁北克去看枫叶 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一直没能成行 今年我们还是来到了莫斯科卡,沿着湖边走一圈 我会把具体的行程做成文字的形式 放在视频下方的文字处供大家参考 先来到了白秋恩的故乡,这里我们来过不止一次 看过视频的朋友应该都有印象 这个就是白秋恩的故居 它坐落在多伦多北部两个小时左右车程的地方 莫斯科卡也是安省地区最好的看枫叶的地方之一 说了很多次要坐蒸汽小游轮看枫叶 但是天气不太好,所以还是放弃了 因为我们不打算在外面住宿 所以今天要走好几个地方 所有车程加起来大约要将近5个小时 加上下车看枫叶整整一天 所以你如果沿着这条路线走的话 最少要准备大约9-10个小时 天气不够理想,而且今年因为比较温暖,雨水多 枫叶也不够给力,但是登高远望还是非常美的 这附近有好几条非常漂亮的trail,喜欢走trail的朋友一定能看到更美的景色 我们因为没有住下来,不想耽误太多的时间就往下一站出发了 下一站我们准备去Bress Bridge Bress Bridge是莫斯科卡地区一个比较重要的小镇 它以各种各样的瀑布而闻名 在网上搜寻了半天,看了很多评论 这家店总体的评价还是不错的,所以我们就准备选这一家 后来我们才注意到这个镇虽然非常小,但是餐馆很多 可能因为游客很多,而且附近有很多cottage吧 从我个人感觉来说,这就是一家比较典型的北美当地餐馆 价格非常实惠,分量很大,而且食品非常新鲜 我会把餐馆的地址也放在视频下方的文字处供大家参考 Bress Bridge因为处在莫斯科卡这个地区的中心,人来人往附近cottage很多 小镇上熙熙囊囊非常热闹,有好几家非常好的古董店 但是因为实在是没有时间,所以我只是匆匆的走进去看了一圈 很多很喜欢的东西,留到下次有机会专门来看这些古董店 对面这个小公园附近原来有一个信息中心 但是因为在维修所以已经关门了,如果你要去的话之前先在网上做一点功课 小镇最有名的景色就是这座Silver Bridge还有桥下面的瀑布Bress Bridge Falls 当然离小镇不远的地方还有很多瀑布可以看,今天我们就不打算走得非常远 最近因为一直下雨的原因,所以这个瀑布水量非常的大 小镇我们来过很多次,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水 我觉得还是挺震撼的,因为我们去的不是周末,所以游人不多 可以看到枫叶已经相当的红了 这里曾经有过一个老末房,老末房后来被烧毁了,只剩下这个水车 看到这个水车就好像看到老朋友一样 你可以看到这里周围有不少的度假酒店,也有很多的度假屋 如果想在这里住上几天也是非常悠闲的 只是在这个季节酒店非常的紧俏,你要早早的预定 因为疫情的原因,孩子们已经有将近两年没有回到家里来了 这次刚好回来赶上加拿大的感恩节 一家人在一起做一个短短的daytrip,走走看看吃吃喝喝聊聊天,非常的放松 每次看到这个有透明感觉的景色,都觉得真的是人间仙境 在乡村公路上,往下一站开去 沿途真的可以说是风景如画 很多地方非常的美丽,但是我拍不下来 我都在想是不是应该去买一个无人机在这山顶上走一圈 那一定是美不胜收 每一个拐角处都有让你惊喜的景色出现 这个是Port Culling,之前我们也来过 Port Culling这里最有名的是水闸 这里夏天的时候水闸非常繁忙,开了关关了开 总是有非常多的船从这里经过 现在天气比较凉了,刚好又不是周末 没有什么游人,我们安安静静的在风景如画的地方漫步 很惊喜地在草地上发现了非常多的蘑菇 可惜我对蘑菇一点经验都没有 我知道有些朋友在蘑菇群里 现在应该是最好的采蘑菇的机会 看到这些蘑菇躺在这里安安静静的没有人采摘 还挺替它们觉得可惜的 当然如果是有毒的蘑菇那是相当的厉害 所以大家采摘蘑菇的时候一定要非常小心 Port Cullin 是一个只有几百人的小镇 应该说是非常非常小,但是它的地位很特殊 因为它连接了好几个不同的湖 所以在地理位置上占领了一个枢纽的地位 每年夏天周围cottage的人以及玩船的人 经常停靠在这里补充一些自己需要的东西 最后一站我们到莫斯科卡湖边的一家农场 这家农场之前也来过 它们最主要的产品是蔓越莓 加拿大的秋天好像打翻的调色板一样 实在是美不胜收 和家人在一起的每个日子都是美丽的日子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